四個面向 那從產業的生命周期 從萌芽成長成熟衰退 我提出登峰造極這樣的思考面向 那對於新的產業 它能夠很便利的登記 那對於已經有的產業 可以協助廠商能夠往上來提升 那需要改造的或者 需要面臨到衝擊的就協助它 然後最後追求廠商的極致 時間的關係 那我是建議說 在未來的國際競爭裡面 我們既然有台灣高鐵 這樣可以作為台灣的空間主幹 那是可以把它想像說 好像一台郵輪在 整個世界航行的態度上面 那北部呢 是一個破浪的態度 把金融服務研發帶領來做 那中部擁有的這些生活資源呢 跟它的產業能量 是可以提供新的思考面向 那南部擁有的熱能 它熱情呢 它不管是在做綠能的發展 或者新產業的開發 那東部當然是台灣很重要的 來做文創跟相關的 觀光旅遊的一個產業 那最後結語上面呢 我大概有三個簡單的結論 第一個是 在地方努力發展的過程中 中央也不能置身事外 那中央目前有很多方式 都是屬於開放型的計畫 也就是地方來申請我再來審 其實這是蠻不負責任的態度 那應該是整合各地方的優勢呢 來發揮特長 第二個呢是土地的掌握 那我們過去太重於資金或金融的這一塊 那對於土地呢 反而報酬加以被忽略了 所以我們認為台灣空間的發展在契機 在於土地的再生 那最後就是把規模跟範疇經濟在台灣 在這五十年來新的需要重新的被定位 我們什麼叫做規模經濟 像農業來講 我覺得我們台灣整島 不管在新的農業 生技農業 有機農業這些 它的開發就應該被規模化來做 那最後的 我是用這個 美國的第二任總統 John Adams 他所提的話 就是說 他在四十五歲寫給他老婆的一封信上面 他有提到說 我現在要開始來研究政治跟戰爭 因為我們的小孩呢 才會有自由 可以去研究數學跟哲學 那我們的小孩應該要去研究 數學、哲學、地理學、自然史等等呢 因為那樣子才能夠給他們的小孩 有權力去研究 繪畫、詩詞、音樂等等 那我覺得說在一個施政的態度上面 用三代的角度去看他每個施政 那雖然John Adams後來連任失敗 但是他把白宮從費城搬到華盛頓 或者是他把削減了幾個州代表的權力 而讓美國變得更強大的國家 都讓他留下的影響呢 有個更壯大的 那我過去的看的學習過程中 不論是陳博士老師、吳榮毅老師 那他們在所奠基的台灣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理論 跟實務上的推動 那也希望說 不管是我們這一代或下一代 能夠繼續銜接起來 讓地方產業能夠有再振興的機會 那以上是我的報告 謝謝 好 謝謝 嘉賓 你要用PowerPoint嗎 沒有 沒有 那就請上去 這個我們第一個宇潭人 這個宗嘉賓副縣長 我想大家都認識他 今天我要特別提他的一件事情 這個我們921大地震的時候 屏東縣政府派這個宗嘉賓副縣長 進駐埔里到那裡去從事 這個災後的這一些 這一個工作 指揮若定 所以我建議馬政府 我們就派宗嘉賓到惠利賓去幫忙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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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主持人陳教授 還有黃博士 以及另外我們所長 很抱歉 真的不曉得是這麼高規格的葬陣 那麼本來想是說 分享一些地方的經驗 那很榮幸今天能夠收邀請到 我們李登輝基金會的圓桌論壇 還有之前的研討會 那排在黃博士之後做報告 做雨潭是很壓力很大的 因為它的PowerPoint的功力一流 而且剛剛各位看到它對我們台灣 整個區域發展上有非常深道的見解 那在底下就剛好避人之長 我們就完全用不一樣的方式 也沒有PowerPoint 但是純粹是從地方的治理經驗 來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那麼今天 剛剛聽了黃博士的說明之後 我想屏東 我們來一個很不一樣的思考 屏東人 每人聽我們的老館長的時候 很想說 騎尾毛衰 那其實如果把台灣看 看作一架海鴻 其實呢 這個微流是痛快有開了的啦 尤其是有人認為台灣應該往南來發展 那屏東 講到屏東大家會想到什麼呢 陳如剛剛我們陳教授 陳老師所說的 屏東過去我們都是以農業 那講到921 其實我們在幾年前經歷了八八風災 講到八八風災 大概第一個印象就是臨邊加東廣大的餘溫呢 被洪水淹沒 在臨邊的堤防破堤之後 那整個地方啊 不是就變成水箱折果 那我自從返鄉服務之後呢 就一直跟隨著朝縣長 那時候他當成省議員 在臨邊他的故鄉 那有這個機會呢 我從小雖然都在屏東長大 但都是在黃博士所說的 超過萬人口的聚落地區 但是真正的農村社會長得什麼樣子 我自己有一個外部很深刻的觀察體驗 我在臨邊認識了很多養殖漁業者 大家吃的龍膽石斑 在八八的時候呢 大量的游出去 游到哪裡去呢 游到呢 那時候我們市警方局長 他那時候是啃管處 但啃管處處長啊 自從八八水帶之後 臨邊加東養了大尾的 30公斤的龍膽石斑 傻傻想沒人家吃了 想到睡上去 釣客就很開心 一尾一尾的拉上來 一尾龍膽石斑 我曾經有漁民告訴我說 你知道龍膽石斑是吃什麼的嗎 吃飼料啊 他說不是啦 是吃瘦油館蟲的啦 什麼叫做吃瘦油館蟲 因為 屏東的農民呢 他並沒有什麼資本 他有的就是土地 所以龍膽石斑的 一個月飼料金要300萬 要飼多少個月 只不要飼15個月 所以你如果沒有3千萬的本錢 你沒辦法把龍膽石斑 到魚仔才刺得大 可以賺錢 所以說在我們屏東 你不要看那些 蜥民 每一個的生家 都好幾千萬 但是3千萬要哪裡來 要對房地產要去抵押來 那抵押房地產 一塊一塊一塊去 我們人家 然後就租金去買飼料 要多十五個月後 如果一塊一塊一塊錢 代銷 還是說來一個風台 全部飛去 這樣我們的蜥民 就要去跳樓了 所以說龍膽一塊一塊 是吃所有的 那我想在這裡說明一下 其實台灣的 很多的大型的農業呢 其實就是不工業的後塵 不只需要土地 更需要集中的資本 為什麼 因為這麼小小的土地 做這麼密集的養殖呢 他風險很大 不只在資金的風險那樣很大 他在天然災的 承受的風險很大 那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的農民 還遇到一個情況 就算沒有辦法訪問 我們旁邊的 鄉市養殖也遇到很多問題 大家有聽過孔雀石綠 為什麼要放孔雀石綠 它是一種殺菌劑 那為什麼要殺菌劑 因為你在路上的餘溫 那麼密集的養殖 大家想看看 這麼多魚 每天在那裡吃 在那裡放 水質一定很差 所以大家會看到 加東林邊密密麻麻的很多管子 以前是抽地下水 後來呢 因為改用海水養殖 因為地下水抽了會地層下陷 那從海裡面 把乾淨的海水抽進來 要很多的馬達 很多的電力 然後呢 這些魚呢 住得那麼密集 一不小心就生病 那為了防止生病 就放孔雀石綠 讓魚能夠保持健康 但是魚健康了 真的健康嗎 各位吃那瓦跳跳的生門海� 吃到你肚子裡 現在聽到什麼綠 都很怕 什麼銅葉綠樹 大家都走到要死 大家吃下去的 就是這些東西 這說明了什麼 說明了當我們的農業 佈上了工業的後塵 我們用密集大規模的養殖 才撐加效率的時候 其實我們承擔的是一個 非常大的環境風險 很難管理 表面上幾個漁民 他就可以管理很大的漁溫 創造出上千萬產值的產量 但是事實上呢 我們來看一看我們的都會發展 大家如果剛剛看到 回想一下黃博士說的 台灣過去這半個世紀來的都市的集中化 大家有沒有發現 如果說今天八八不是發生在屏東 是發生在台北 會是什麼樣的慘狀 一個淡水河 一個紀龍河 一個納利風災 整個大台北捷運 竟然當過蓄洪池 大家有沒有想過 我們在大都會的地方 表面上政府提供了大量的公共投資 創造了非常密集的人口便利的生活 但是只要一個 極端氣候化的天災 可能一切就毀於一旦 就跟一池子密集養殖的餘溫 只要中白就全部消失去 所以你看 在現在化的大型的都會 公共衛生很重要 一個SARS 馬上會讓一個政府 讓一個都市就消費 大家不要忘了 在瑪雅文化阿斯特克文明當中 最後西班牙人不是靠著槍炮 消滅整個美洲人口的 有三分之二的美洲人口 是被病菌所消滅 為什麼 因為那個時候那個文明 已經產生了大量的集中的都會文明 所以我們這裡提供第一個反思 就是說從屏東縣的經驗 我們從農業的一個發展去發現 當農業步上工業的後塵 採用集中跟規模化的生產的時候 不只資本要集中 同時它的風險也提高 同時它對極端氣候的承受的耐受度 也降低了 那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的都市發展 難道要繼續布這樣的後塵嗎 所以在屏東呢 我們提出了幾個思考 第一個呢 根據剛剛我們說的 屏東的大規模的養殖業 我們從耗水耗能的養殖業 我們希望能夠回復到 是養水重電的產業 那這樣的產業發展 未必在商業上是具有競爭力 但是它對於我們未來的生存發展 是具有永續力 那我們在這裡提醒的就是說 競爭力跟永續力 有時候是衝突的 有時候是相容的 但是我們必須怎麼去抉擇 那當我們在推動洋水重電的時候 大家可以在林邊跟加東 看到很多很多的太陽能光電板 這都是當時88之後 他沒有辦法使用的林務員 不能再使用的餘溫 我們透過浮動式的太陽板 透過高下型的太陽板 透過最熱型的太陽板 我們希望能夠把南台灣充沛的陽光 展化成電力 把原來這些耗能的餘溫養殖產業 變成是可以產生能源的供應 那這裡面呢 就是我們第一個呢 從一個風災 從一個極端氣候的反省呢 對於我們原來極約化的農業的思考想中 我們去思考說我們有沒有什麼方式去運用自然資源 而不是去掠奪土地的資源 那談到第二個就是談到什麼 能源 那在屏東我們有個很有名的就是河山廠 那麼常常有人說 如果菲律賓可以成為一個國家 我們的議員都說屏東要獨立 屏東只參加有軍隊 不然我們有港口 有機場 有電場 如果有人敢侵略我們 我們就把河山廠爆掉 讓你什麼都沒有 但是這樣成嗎 那河山廠供應的是什麼電呢 河山廠供應的輸出的電量呢 他佔我們全國的電力不到2% 但是他所生產的電 遠超過我們屏東縣自己所需的一倍 我們屏東縣目前所需要的用電 只佔河電廠主要發電量的42% 那你想想看 那屏東縣好像都是以農業為主 需要的電力呢 河山廠大部分的電 都是供應往高雄去輸運 那如果大家對於台灣的電網有所了解 河電廠是扮演的基礎供電 也就是河電廠呢 它的開機跟停機不太容易 所以它必須持續的不斷的發電 不管尖峰離峰 它都必須發同樣的電 那其他的水力發電 火力發電 它可以視尖峰離峰的差別 它去選擇性的開或關 所以呢河山廠它不斷的發的電呢 是提供給誰 坦白說 屏東人晚上在睡覺關了燈的時候 河山廠的電我們是用不到 誰在用 我們林園這些高雄的工業區 24小時生產的要用 為了要把這些電力呢 送到高雄 從恆春到高雄 你會看到很多很多的書店塔 表面上這些書店塔呢 如果大家最近看見台灣這部紀錄片 它就是一個很顯眼的 對自然景觀的一個破壞 但是為了便利的電 我們不得不接受 但是河山廠為了供應持續供應 高雄大高雄地區的工業用電 屏東用的電反而從哪裡來 反而從其他的火力發電 其他的容易尖離峰調度的 其他電力來 所以你會發現一個大電力網呢 它不斷的把電力呢 從生產地方送到很遠的地方 我們在地的用的電 反而從別的地方調過來 這個大家不是覺得很奇怪嗎 所以第二個呢 我們在思考的就是 有沒有可能在大型電力網 還有其他電力網之外的微電力網 今天我們要談的是產業發展 那產業發展跟微電力網 怎麼關心呢 因為大型的電力網呢 它必須浪費很多很多的蘇配 潰線上代命的能源 電不用不跟水不一樣 你水冷頭水的頭 滾起來 水在水廣裡面不會流掉 但是電力你浸起來這樣 它就不掉了 所以整個大型電力網 它在離間峰的一個蘇配的過程當中 有很多的損耗 所以我們從洋水重電開始 我們去思考一個微型電網的思考 就是說 大家在地要用的電力 大家來生產 意思就是說 如果在屏東有太陽能發電 我們整個屏東的電力就不要用了 我們發電力自己來用 當然目前的太陽能發電 它因為受到日照的影響 有一半的時間 沒辦法從事發電 所以它還是變成一個補充性的發電方式 但是屏東有非常 屏東有很多地 過去我們一個環保局長 他說以前是蘇加傳館長 臨來的環保局長 他說蘇加傳館長 關屏東沒有到一百萬人口 我關六百萬的地口 我比蘇加傳館長那麼大 何況一頭豬一天的排泄量 是成人的六到八倍 所以你在乘以六到八 一餐的地 一餐的地 是可以生產一個台灣的排泄量 這樣排泄量放在哪裡 放在我們屏東 那屏東要怎樣 屏東過去的屏東的河川 這些地篩流把我們的河川都霧亮了 所以其實屏東過去有最豐沛的水資源 但是這些水資源 從高山四十公里出海 過程當中能留下多少 留下來的又被污染 所以養豬在口蹄疫之後 屏東大量的萎縮 好說到這個豬 在那裡有污染之後可以做什麼 不好意思 可以做早氣發電 所以現在屏東縣政府 曹縣長積極在這思考 怎麼樣將我們耗能耗電耗水的 污染水的產業 從養殖業變成養水重電 從畜牧業變成早氣發電 然後透過農業 我們所產生的能源 來供應這個農村人口 他便利生活的所需 所以這樣的思考呢 就是 吃吃在地生產的 電用在地生產的 連粉色的我們都不要拆出去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屏東目前呢 在過去有一個焚化爐 大家可想而知 就是在二十年前三十年前台灣 收到垃圾坑 整個粉色都是露天掩埋的時候 政府大量去粉色場 混化廠 到現在呢 我們屏東呢 一座砍頂混化爐 本身 扣不夠燙 但是它這座的產量 要到它一開樓 就要消化這麼多棟 所以呢 我們要用很大很大的運輸呢 把各地的屏東各地的垃圾 拉到那個砍頂焚化爐去燒 那這個拉來拉去的垃圾車呢 要燒油 走跑來跑去的路呢 會掉髒東西 所以呢 一個線 一個大型的焚化爐 造成的呢 不是清潔 而是另外一種汙染 而且我們這個焚化爐 扣到什麼停留 扣到高雄 高雄車本身也拿來燙了 不不夠燙啊 那大家就思考到說 焚化爐也好 掩埋場也好 這些臨幣性的設施 如果把它集中化 把它大型化 造成的結果就是一種 我們家煮到你家沾到 我們家的分子 撲到你家 水彈 好嗎 在臺灣目前社區一直抬頭 情況之下 我們第二個 另外一個思考 就是說 我們必須把各種的 一些生活所需的各種公共設施 必須社區化 所以我們就提供了微電網 所以剛剛講過了 從養殖業我們再思考 農業不要再集結化 要分散 要能夠永續 從我們的一個維生管線 從我們的電力設施 我們想要說 從農業設施 來創造一個微電網 讓電力的輸送 讓公共設施的服務不要跨區域去進行 那這樣的一個在地化的經營呢 我們就希望說去改變一個思考 過去在傳統的自由貿易的情況之下 貿易是一個非常迷人的一個魔術 它可以把747的噴射客機 變成了很多香蕉 就是透過自由貿易來達成 我出口香蕉然後買一下客機來 但是有沒有想過 屏東的蓮武農 古蓮武 古蓮武 古蓮武很累的 要把它打起來 用走著走起來 怕會跟蚊子上 怕會去砰上 辛辛苦苦的農民 五六十的農民還在園裡面工作 養種好的蓮霧 送到果菜集中市場 賣到台北來 一聲好吧 一斤給你賣兩百塊 他賺一年可以賺多少 一年賺不到一百萬 算太厲害了 賺的賺一百萬 他的孫子在台北煮小特色 一年就要給他花五十萬 給他花八十萬 所以阿鑽說他都很好心 要買一間房子內 所有所有農村資源裡面 農村經濟累積的資本 通通回流到大都會去 這就是說明了在我們下一個場次要問的 如果說教育投資其他的重要大型設施 不能夠再考慮南北均衡區域發展的話 那麼整個地方的產業 他所累積的資本都會透過公共投資的不均勻 重新回流到都會地區 重新對我們鄉村地區造成剝削 所以說我們在思考的是說 如果能夠透過這種社區化 在地化的一個 不管是公共設施的投資也好 還是我們產業的發展也好 我們希望說去創造一個內需型的一個需求市場 我們希望我們的深度旅遊 在屏東大家最近聽到了一個很有名的幽活 好在屏東四大天王 都是房間數超過300間到400間的飯店 福華 凱撒 還有夏都以及幽活 在這些大型的一個履宿業的情況之下 背後的看到的是龐大的人潮 是很多的團客 但是是相對的一些剝削 但是如果說今天我們發展的是小型的特色民宿 他有許許多多 他可以創造更高值的附加價值 那是不是這樣的一個產業發展型態 不追求量而強調值 是一個我們目前在農村社會 在我們鄉下地方 我們可以去尋找一條出路 我們不要再去生產很多很多孩子 因為我們已經少子化了 很多孩子也生不出來啦 村家都是老大人 那我們不要去創造工廠裡面 的一個勞工的人口數 我們希望我們創造的是 在台灣這個島上大家享受優質生活 大家有高的所得之後 你要消費 不免得走去馬來西亞 去讓人這樣有台圖 今天跟報索 讓人打氣 讓人打氣 不需要 就來我們屏東 保證讓你覺得很幸福 歡迎大家有機會來我們家鳳茶 謝謝 謝謝 謝謝中部縣長 我在介紹下一個雨潭人之前 提醒我們的貴賓們 這一個 等一下如果要花園的話 現在麻煩先請填花園單 交給我們的工作人員 我們下一個雨潭人 李耀志先生 他是台經驗二手的副首長 對產業發展 產業政策深入的研究 而且他是出生在 台中厚禮的旺族 實際上是全台灣的 第幾大家族之一 所以對地方的事務 他非常關心 非常有深入的研究 李耀志博士 謝謝陳老師 吳老師 張前市長 還有代華委員 還有在座的各位 這個女士先生 大家早 那今天我想 整個這個基金會的主題 基本上圍繞還是在 怎麼樣改善這個 台灣現在目前的城鄉差距 那這個場勢當然是從經濟 從產業發展上面的角度來出發 所以剛剛像 其實像黃博士 然後中副縣長都有談到 從空間的概念 從產業內涵的概念 那很多觀點其實跟我等一下 要跟大家整理的 都非常的呼應 所以這邊請容許我用簡短的時間 來跟大家再做一個整理 第一個我們要問說 為什麼會有城鄉差距 那台灣為什麼特別容易產生城鄉差距 我歸納幾個點提供大家做參考 第一個當然是說 現在的整個的全球的經濟 是全球化的一個環境 那全球化我們就把它比喻 好像是打奧林匹亞比賽一樣 就是資優生 各國要派他最聰明的小孩去比賽 那通常聰明的小孩 從我們教育經濟學上面的角度來講 通常 排除天賦來講 通常都是都市裡面有錢補習的 有錢小孩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說 全球化就是說你要拿一軍出去 跟人家對抗的話 通常資源就會往都市去集中 因為都市是這個 衛納跟磁吸資源 比較最好的一個載體 所以這個全球化當然會讓資源 很容易往都市去移動 那第二個就是說 剛剛其實中副縣長跟崇澤博士 有談到就是說 如果你是一個內需型的經濟體的話 你可能有比較多內需市場的差異化可能性 但台灣偏偏是一個出口導向的一個國家 所以所有的資源都會跑到 跟國際連結比較容易的區域 然後再輻射外溢效果 就剛剛其實崇澤博士有談到就是說 過去的事件